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情还蛮热的 所以其实我们要应警一下 你要发汤圆是不是 发汤圆 有可能 不一定啦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其实会送给大家一份礼物 就像刚刚一华讲的 要发汤圆吗 投票期待一下 你不要转台喔 等一下你稍微看一下后面 我会跟你讲 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要给大家 对 你看一下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下 今天的航行就是天气冷 航行热啊 我觉得投票你千万不要气馁 真的喔 可能你最近操作 不是很顺利 可是呢 运用工序画面 还是可以帮助大家喔 來 我們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航行 请摄影师看一下电视画面 你看喔 今天的航行 12月22号 最低在9024 最高来到9100点 接近尾盘的部分 高低差是76点 就是最高去减掉 最低的部分相差这个76点的部分 原则上今天是一个开高慢慢 緩步走高的航行 到了尾盘其实这个空间就不是很大 所以呢 今天早上是呈现一个还涨的格局 那如果说是一个还涨的格局 我觉得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工具的画面 因为其实 看我们节目的投票每天都有 新的投票而且越来越多 那其实温文老师都要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非常清楚 我们的指标 怎么运用 你一看就懂 来 我们请摄影师回到电视的 手板 谢谢 你看喔 我们的工具其实就是要掌握一个 关键的获利点 那关键的获利点有什么呢 当我们看到一个红色向上的箭头 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讯号 那反过来 有多有空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蓝色向下的箭头 就是一个做空的讯号 那另外呢 做对可以加码 对 我们的工具的特色就在这里 有加码点 很重要 有加码点 我们工具的特色在这里 绿色的星星代表什么呢 空方加码 红色的星星代表多方加码 那讲到这里 当然我们要来看一下工具的画面 这样你就会比较清楚 我们一起来看 会比较快一点 来 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你看喔 今天这段的一个行情 原则上今天是一个还涨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还涨的一个行情 那这个地方都有出现 红色的星星一次 两次 三次 到尾盘 还有一次的一个状况 那原则上今天是一路慢慢慢慢涨的一个行情 那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星星 来 我们再回到手版的位置 你看喔 这个红色的星星 代表什么 请你多方加码嘛 那就很清楚 还是一个什么 偏多的格局 那其实我们给工具的客户 我们都会有教学嘛 那其实大家害怕的是什么 我半中我看不懂 如果看不懂 怎么办 我都会教大家 来 我们再回到手版 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 早上9点07分工具的教学 那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分析人在多方 分析是什么意思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 分析站在多方 所以呢 没有转空之前 人是多方控盘 人是多方控盘 早上9点07分 好 这个分析代表什么意思 来 我来教大家一下 你看喔 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这个彩带 多方就是红色彩带 空方就是蓝色彩带 好 那我们回到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很清楚 来 我们回到电视 谢谢 你看喔 从这边 对 这个彩带是什么颜色 红色的嘛 所以是偏多 对不对 这样很清楚嘛 对不对 那来到这边呢 短线上面稍微回落 为什么这边会压回 对不对 这边为什么会压回 这个大概跌了二十几点 没有很多 这边压回二十几点 可是你看喔 这么细腻的转折 我们都能掌握 为什么 你看 运用工具的分析 你今天在高档这个地方 你会知道说 其实这边去追有一些风险 为什么 因为这边有压下来 跌了二十九点 你可能短线上就会套数了 可是你看喔 运用工具的画面 这边高档翻空 往下压 这边在九零九零附近 往下做个压回 好 代表什么意思呢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 你看喔 从这边 油红色的转成蓝色的 欸 这个很清楚嘛 油红转蓝 油红转蓝 这边高档往下压 你看喔 跟今天的行情 大家在盘中的时候 大概十点半左右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什么呢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你看喔 今天的 十点三十六分 我们跟大家说分析已经在高档转空 高档转空 所以短线上会有一些压力 有多单的 同学朋友 这边也赶快调节 要出场 我们也会教你 这个很重要 今天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九零九零附近 今天最高在九千一百点 只差十点 应该还可以接受啦 对不对 我不会跟大家说 你出最高点 可是你看喔 运用工具的画面 相差十点而已 我觉得还不错啦 够不错 所以你来看一下喔 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间点 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一次 来 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什么 出现 分析在哪里 高档转空 所以有多单头 这边先做调节 好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喔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一个画面 你看喔 就是在这里 分析在高档这边已经翻空了 所以你有多单 这边当然是什么 可以先出啊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了 你就很清楚啊 对不对 这边加码多在这里啊 这个是什么 礼拜五 你就知道啊 这边加码多的讯号 来到这里 分析翻空 开始往下做一个什么 压回的一个动作 那尾盘为什么又稍微再涨一点点 好 我们往上带一下 为什么尾盘稍微往上涨一点点 因为又有加码去 还有分析再翻多 对 9078 9081 最后收在哪里 9096 中间又涨了二十几点 对 又涨了二十几点 所以你看喔 当我们讲到这里 你就会发觉到说 其实我这样子讲 从上个礼拜 一直到现在 其实温文老师有观察到很多的投票 都跟我讲啊 真的很难操作啊 真的很难操作 可是你看喔 有工具的画面 你就会觉得说相对轻松很多 为什么 我把这五天的行情 给大家来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说 我在跟你聊的东西很清楚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我们近五个交易日 工具的画面 五分K的部分 工具画面非常的一个清楚 对 从卖出讯号 好 我们这边请摄影师把它拉近一下 这个讯号 对 卖出讯号 这个是最近五个交易日常 9011出现之后 你看一路下跌 对 往下跌 往下跌 而且呢 我跟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我们工具的特色在哪里 有加码讯号 对 加码空 8906 8891 再往下杀 对 杀到哪里 8857 这边一跌就跌了154点 好 来到这边 出现了一个什么 反弹 买进讯号 红色向上箭头 在8962这边 这边再出现一个什么 红色的星星加码多的讯号 一路往上涨 好 我们慢慢往上带 谢谢 来到这边 对 今天收盘在哪里 9096 好 我们回到全画面 所以你看喔 来这边 跌了多少 154点 下跌 这边呢 买进讯号出现了 上涨了134点 所以你看 多跟空之间 一会儿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了 嗯 对啊 你看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你看 所以 为什么很多朋友说 我刚要排走耶 因为你没有方向 你没有工具的画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今天冬至 跟大家讲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一直讲工具画面 你会觉得说 问老师 我真的很想运用 可是我跟大家聊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你就会了解 来 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钓过鱼 你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跟钓鱼有什么关系 跟钓鱼有什么关系 来 跟钓鱼有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视的画面 谢谢 我要跟大家讲的故事在这里 你看喔 这边有一个老人 老先生 他在钓鱼 那旁边有个小孩子 老先生钓鱼的技术很好 钓没多久 他就钓了一整容的鱼 钓了很多的鱼 他整人的鱼都钓满满的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 那那个老先生看这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 这个钓鱼的鱼都送你 也不错 整柔鱼都送给他 可是喔 头朋友你想一下 这个时候 正常合理的状况 小朋友应该是很开心的接受 带回家吃嘛 多开心啊 可是那个小朋友 跟那个老先生讲了什么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他讲什么 他摇摇头 然后老先生就很惊讶 你干嘛不要 那小孩就说什么 我不要你的鱼 我要什么 你的钓肝 为什么 这一栏鱼 没多久就会吃完了 可是呢 如果我有钓肝 我自己可以钓 一辈子也吃不完嘛 真的耶 那头朋友这个时候你就想到 这个小朋友的爸妈叫的还不错啦 对 还知道不要拿 不要受到这个诱惑 你要理性 对 你要拿钓肝才对啊 就跟这个一样 你要拿钓肝才对啊 嗯 那头朋友我 其实我看到这里 我觉得说前面讲的都蛮有道理耶 可是我自己后面想一想 我就觉得不太对 说为什么不太对 你想一下喔 这么小的小朋友 如果没有人教他钓鱼的方法 他只有是钓肝 请问他钓得到鱼吗 钓不到 钓不到嘛 最后反而是 欸二十耶 什么东西都没有耶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喔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 钓鱼的技巧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来我们回到电视画面 谢谢你看喔 那个小孩什么 一条鱼也钓不到 他拿钓肝有什么用 他又不会钓鱼 对不对 他拿鱼还比较好耶 可是呢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钓肝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是什么 钓鱼的技巧 那钓鱼的技巧在哪里 就在我们工具里嘛 我们工具每一天的行情 都跟大家介绍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喔 这段时间 这五个交易日以来 你看工具的画面 等于把钓鱼的技巧 都交给您啦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知道是不是很清楚 卖出讯号901 一路往下杀 对 这边买进讯号 一路往上涨 150几点 130点 对 多跟空之间 都非常清楚 那你看今天的行情也是嘛 对 加码多讯号 加码多 然后分析在短线 极短线的转折 也跟大家介绍得非常清楚 好回归正传 我刚才节目一开始讲嘛 今天冬至 对不对 是要送汤圆 是要请大家吃汤圆 不是啊 对不对 我要给大家一个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礼物 来 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份 礼物 真的冬至送暖 今天外面还蛮冷的 有点冷 今天大家都穿大衣 我在外面有看到 大家都穿大衣 冬至送暖 我们有寒冬的好礼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欢迎你来做个洽讯 为什么 其实 你说I want us 你卖冠子 不是 因为我们真的希望 你如果真的对于 其实对于期货操作 对我们工具 你真的有兴趣的 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因为其实也是冬至 说真的也是冬至 我们希望寒冬送暖 真的把好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一起来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来我们再回到手办 只有现今天 我们冬至送暖 寒冬的好礼 欢迎大家来做 来电做一个掐寻的动作 这样的好礼 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不会让大家失望 当然除了汤圆以外 所以大家不打来说 我要汤圆 不是 来还有别的东西 真的很重要 汤圆其实你家里应该有 对 可是你需要的是什么 工具的画面 这个才是重点 你需要的是工具的画面 所以你看 过去几个交易子 你看 我跟大家分享的观念 时间真的不会重来 来我们回到手板 谢谢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你要把握 时间不会重来 行情你要把握 时间 就像这个沙漏一样 流走了 它就不会再回来了 对 流走就不会再回来 跟行情一样 今天行情走完了 就走完了 上个礼拜行情走完了 就走完了 可是我们要期待的是什么 接下来 对我们要看未来嘛 对 接下来的行情 你要怎么做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上个礼拜的行情 很多投票 做的真的 觉得很难做 做的很差 可是我们跟大家讲 你有工具的画面 你真的可以反败為神 你可以化险为一 这个才是重点 来我们再次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是大涨 开盘出现一个 红色向上的箭头 请你做多的讯号 8962这边买进 一路往上涨 来到这边 跟我刚刚讲的 是不是好像 分析在高档 转空嘛 所以为什么会压回 又跌了五十几点 原因 道理 就在这里嘛 所以你看喔 这边先涨了70点 这边往下压了50点 所以工具的画面 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跟大家聊 你看喔 其实运用工具的画面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要减轻你的负担 为什么 因为越简单 越好嘛 要减轻你的负担 所以你看上个礼拜五的行行 来我们回到手版 谢谢 上个礼拜五的行行 你看喔 当然是先做什么 先偏多操作 对先40点 再偏空 你可以中间也有30点 的一个架材 合计也有70点的一个部位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看 这个是上礼拜五 早上8点54分 我们工具的教学 我们特色就在这里 会教大家 文言老师盘中陪你看盘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出现买进的讯号 行情还是有多方控盘 后面大涨80点 所以既然如此 当然是要做多 8975 这边做多 8975做多 那往上涨了 这边市价 获利出场 市价获利出场 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张 对 你要先做多 高档的地方 你千万不能追 对很多投票 在礼拜五的时候 哇 真的完全反过来 我先空再多 你就真的就挂掉 为什么 因为你一赔就是一百多点起跳 一百多点 你以为没多少钱嘛 乘以两百一口而已 就两万了 很难还蛮多了 可是很多投票 超多多少口起跳 我讲一口说真的 真的有点这个 小看大家 很多都是五口十口起跳的 一赔就是二十万 很多耶 对二十万起跳 所以你看 好的工具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我跟大家讲 如何在高档避开风险 像上礼拜五 你如何避开这个风险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如何在这个高档的地方 你要避开这个风险 对 反而你要低档 你要做多 高档 你甚至要放空 特别这样有清楚啊 这样子是不是 非常的一个倾诉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你透过今天 我们给大家的活动 真的冬至重暖 好礼相送啦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来回到手板 谢谢 赢在领先 胜在改变 特别我知道你都想赢 可是你要领先 特别我知道你想胜利 可是你要改变 对你要改变 这个才是 一切的一个重点 如果你继续 用你自己的方法 可能一直都没有办法 帮助你 协助你操作的话 我觉得其实 应用工具的画面 是蛮省事的 真的 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息系嘛 其实这句话 老生常谈 可是还蛮经典的耶 对不对 就蛮经典的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看喔 过去几天的行情 对不对 一跌就跌150点 反弹也反弹 130几点 工具的画面 很清楚的 帮大家掌握到嘛 所以我们再看一个 你看喔 过去几天行情都一样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谢谢 你看喔 这个也是对 12月18号上个礼拜四 一样啊 开高 这边反而不能买 为什么 因为没有 做多的讯号 反而来到这边 都是请你做什么 加码空的讯号 加码空的讯号 好来我来教大家一下 其实我们工具的讯号 都跟大家介绍的一个非常清楚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好我们再回到手办 谢谢你看喔 像这个绿色星星 就是空方加码 今天是红星星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行情就是变来变去的 可是呢 你有工具的画面 就不用想那么多 照着工具的画面 来做一个进场 就可以了 像这个绿色星星 请你空方加码 好既然如此 你看上个礼拜行情 对不对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画面 从这边 绿色星星8906 然后呢 再出现一次 8891 这边空 这边再空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什么 钓鱼的技巧 对不对 不是只有哪一次钓竿 对不对 你想一下 有三个选择嘛 第一个是内容鱼 可是你吃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呢 钓竿 可是你如果不会钓鱼 你拿钓竿也没有用 对不对 所以您需要的是什么 钓鱼的技巧 你说有没有道理 他说文老师 有诶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 你看喔 透过工具的画面 真的是还蛮清楚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你看喔 上个礼拜四行情 对不对 我已经跟大家 介绍得非常清楚 拉高你是要放空 对 12月18号 拉高你要放空 两笔也是55点 中间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跟大家介绍得很清楚 对不对 因为看到什么 讯号 所以我们才有动作 对不对 9点27分放空 好 这边再做一个什么 放空的动作 那当然跌下来把它回补嘛 而且重点是 只花了半个小时而已 冰柜 神速 55点 所以210,000,000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看喔 工具画面真的很简单 而且期货的操作 它本来就是一件事情 有一个概念 我跟大家讲 来 期货操作您要的是什么 好回到手板 谢谢 让小钱变大钱 对不对 您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小钱变大钱 不就是这样子吗 期货的一口保证金多少 8万3 对不对 它本来就是保证金交易 你想一下你现在 如果买一张这个鸿海 也要8万多块啊 对不对 你买10张也要80万嘛 对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现阶段 是一个期货交易的 很好很好做的一个行情 所以你更需要透过工具的画面 所以你看喔 过去几天行行 其实都蛮类似 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电视画面 谢谢你看喔 12月17号也是嘛 卖出讯号在这里 你看一路下跌 跌了167点 来我们再看 这个是什么 礼拜一 上周一 开低走高 开低走高 工具的低档瓜里讯号出现 分析反多 往上反弹了52点 往上反弹了52点 所以其实我们的工具 是很简单的 来我们回到手板 谢谢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用呢 这么简单的东西 您为什么不用呢 我们工具的讯号 真的很简单 我想今天真的 如果你再吃汤圆了 真的 你也是长一岁了嘛 可是长一岁 你操作的技巧 也要再成长一点嘛 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需长一岁嘛 对我们要运用工具的画面 所以透过今天 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谢谢 今天冬至 冬至 冬至 我们送暖 寒冬的 豪礼 今天外面真的好冷 昨天气象已经在讲 冷死了 可是你看 大家很冷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雪中送炭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我们最喜欢做的是雪中送炭 不是锦上添花嘛 对 如果你今天很开心 对 你可能吃得很饱了 你吃了一克 你吃了很多东西 很饱 威老师请你吃牛排 你也没感觉 对 你也没感觉 可是如果现在很饿很饿 好冷喔 威老师拿一个贝斯给你 拿一块普通的面包给你 你也会觉得 真的很窩心 真的很窩心 所以我们才跟大家讲 透过工具的话 您想要在期货市场上面 操作 其实今天的机会是蛮好的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 我们的东四送暖 寒冬好礼的这个活动 欢迎大家来做一个恰询 好 稍微还有更多这个期货当中的技巧 以及籌碼面的最新变化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盘中体验营 操作关键多空大解析 12月25号台北 趋势精英家族与您有约 02-2506-6808 02-2506-6808 梦想 该有多大 要比你的对手大 要比你的眼界大 要比你的眼界大 还要比你的极限大 要追梦就要玩大一点 大尺寸Aspire V Nitro 搭载Intel Core处理器系列 惊艳无比的效能 首选Intel Inside Acer 跨年奇幻首选 邪恶势力步步逼近 掌握命运正面迎战 12月31 第七传人 感冒鼻子不通 睡不好怎么办 欧制鼻吞剂 轻轻一喷 直接作用在鼻塞部位 五分钟疏解鼻塞 不含肋固醇 睡得好 精神好 欧制鼻五分钟疏解鼻塞 这不是鼻子过敏用的吗 不止哦 感冒鼻塞 欧制鼻也有效 这个城市 你我是最耀眼的风景 用爱拥抱每个光芒 二零一四新北市欢乐耶诞成 喂 你到我吗 我这边的事情就跟你说很重要 不是啦 好了好了 先别说了 不要说了 什么啊 不好意思 因为有爱 每句话要好好说 现在开口说爱 让爱远传 盘中体验营 操作关键多空大解析 12月25号台北 区市精英家族 与您有约 02-2506-6808 02-2506-6808 欢迎回到古海大银家 在今天的这个 城外面的部分呢 三大法人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委员帮我们掌握一下 好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一个外资 其实原则上还是偏多啊 今天 毕竟是上涨行行 那外资 他比较容易做 就是顺势操作嘛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你看哦 今天外资还是做多 4664口 净多单已经破万了 净多单破万口 10107口 破万口了 好偏多 没有任何问题 外资就是做多 好那我们看 他的这个现货部分 现货今天也是买超 好久没看到外资买超 真的除了上个礼拜五跟今天 都是做一个买超的动作 好所以给大家一个结论 你看哦 外资其现货都做多 那其实 根据我们统计的资料 1月份的 合约 比较容易涨 台子期1月份的合约 过去10年 其实我们在演讲上面 都有跟大家聊 你来就知道了 对过去1月份 10年以来的合约 1月份比较容易涨 好那既然如此 以后我教大家一个美港 你只要看到我们工具的讯号翻多的时候 买进讯号出现的时候 行情就比较强 真的吗 对这两天就是嘛 上礼拜有今天都一样嘛 来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你看哦 从这边 买进讯号出现 你看这五个交易日以来的行程 很清楚嘛 往下杀 买进讯号出现了一路的什么 往上涨 今天来到了9096的部分 所以一个空方走势 跟多方的格局 其实透过工具的画面 就非常的清楚 那一样还是跟搭赛 强调的是 今天毕竟是冬至 我想一年就一次嘛 对不对 不会一年两次啊 好不好 冬至一年就一次嘛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你汤圆都吃了 你家里都吃饱了 可是呢你欠缺的是什么 我相信你缺的不是汤圆 对不对 你家里都有嘛 你缺的不是汤圆 你缺的是什么 我们的工具画面嘛 来我们再回到手版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这个好礼 冬至送暖 我们的寒冬好礼 那当然基于这个尺座关系 没办法跟大家讲那么清楚 可是我跟大家讲 你真的有兴趣的 欢迎大家来做一个掐寻的动作 真的 你会觉得说真的 也有寒冬送暖的感觉 有幸福的感觉 有寒冬送暖的感觉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讲 你透过工具的画面 我今天 为什么会跟大家聊一些故事 钓鱼 为什么要跟他讲钓鱼 对 你要那个那一楼鱼 还是要钓竿 还是要钓鱼的技巧 对 你拿这个钓竿 对大家的帮助有限 可是如果我们把钓鱼的技巧 一起交给你 那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的行情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透过工具的画面 都非常的清楚 来 我们再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你看过去的行情也都是一样 卖出讯号 对我们的讯号就这几种 很清楚 9051这边往下跌 这边也是39点的一个空间 39点的空间 来 12月11号也是 这边 绿色的星星 出现之后呢 击杀了50点 击杀了50点 这个也是嘛 低档怪出现 反弹30点 这边绿色星星再出来 一样是什么 压回的动作 所以行情大 对行情大 我们工具画面也会告诉你 行情小 没有关系啊 我们工具画面 讯号都非常的明确 都会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聊 来我们回到手板 谢谢 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嘛 真的啊 合作才能够创造双赢 你真的就不要想太多 如果其实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做多的 还是说 我不知道做空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 真的透过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的冬至宋暖 寒冬好礼的部分 欢迎大家 来做一个下询 好 今天过来到你家感谢人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